有鉴于铁路工人罢工第一个星期就带来高达10亿美元损失 知名经济分析机构安德森特别发布一项新研究 警告美国有史以来给经济带来最严重损失的罢工之一 就是美国铁路工会所组织的罢工行动 此外这还会冲击到农产品和食物供应 并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 因此安德森机构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倾听铁路工会的呼吁 并且加快制定政策来避免因罢工而引发的经济灾难 至于美国铁路工会为何要发起大规模罢工 主要原因是铁路公司的员工待遇合约 内容包括苛刻的时间表以及缺乏带薪病假的保障 因此始终无法满足美国铁路工会的抗争要求 所以工会最终仍决定准备从12月9号开始 组织新一波的铁路工人罢工 此外由于美国铁路工会代表了全美6万名铁路工人 这样大规模的罢工不止预计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每天200亿美元损失 同时也会给旅游旺季期间出行的旅客带来无法弥补的交通压力 此外美国交通部长布地吉格也警告 美国现在并没有足够的卡车和集装箱路运 可以全面替代铁路运输 因此现在的目标必须是尽一切可能避免铁路工人罢工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